- 生存日記 - 生存日記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聰明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翻看我們的生存日記 好的 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蓋了我們這個 蜜蜂農場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箱子 然後還有一些蜜蜂 不過其實我們蜜蜂的量還是不太夠 就是 還沒有辦法完整的填滿全部的蜂巢喔 所以說我上一集不是有問各位觀眾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取得大量的花朵的嗎 對不對 那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好不好 給我的建議都是 我們之前不是有蓋鐵人農場嗎 嘿 沒錯 從那個地方拿 我怎麼會忘了有這種東西呢 鐵人農場 它會產鐵 然後也可以產音速 代表說我們可以 完全不透過任何方式就可以拿我們以前的 產量有沒有 各位觀眾真的是太聰明啦 所以說我現在呢就要回去一趟 然後拿一點櫻樹花 這樣我就能夠繁殖很多很多蜜蜂了對不對 然後我的鐵人農場在哪裡 喔對阿 順帶一提阿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要找個機會改建一下我們這個鐵人農場你知道嗎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鐵人農場其實 呃這個地方已經不是村莊了 所以說 它一隻鐵巨人都不會生 感覺我之後要花點時間就是來修改一下喔 那個一樣阿 有什麼建議也歡迎各位觀眾就在下面告訴我 來 那我們現在 這什麼東西 我有快要一整箱的因素是怎樣 OK 那我們就拿這些因素來繁殖我們的蜜蜂 然後我們這一集就可以結束囉 喔 各位觀眾各位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超級多蜜蜂的 我的天阿 這樣子應該能夠填滿我們所有的那個蜂巢了吧 我們稍微算一下喔 1 2 3 4 5 6 7 8 我們一邊是8個嘛 8 1 8 8 2 16 16 24 36 我們這裡總共只能塞36隻蜜蜂 然後我這邊看起來就超過了吧 然後我還在不斷的餵食中你知道嗎 我這裡的蜜蜂應該會鑄到滿出來 然後有一些在外面流露街頭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超過星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不過我只有這樣子感覺我好混喔 其實我今天這一集本來是想要蓋那個 無限花朵機的啦 嗯 雖然說我目前已經不太需要了 可是 我們還是稍微蓋一下好了好不好 不然這集太短了 順便也可以給各位觀眾就是學習一下那個 沒有鐵人塔的時候要怎麼量產蜜蜂喔 這個系列不只有我啊 這個系列還有各位觀眾們啊對不對 又不是每個觀眾都會閒閒沒事在那邊蓋那個什麼鐵人塔 來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就是選定一個地點喔 馬上就來蓋我們的自動花朵機吧 我覺得蓋在城內的話會太窄了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想要蓋在城外 也可以順便就是拓展我們城外村莊的那個繁榮嘛對不對 讓他就是比較那麼空的感覺 啊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規劃一下我們的城鎮吧 都沒有規劃過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 呃 這個地方是 西門啊 西門 西門的話走走走可以遇到那個 一個小房子 然後過去那邊還有一個小城鎮 這邊就是呃 前往小城鎮的路 西門 然後我們的東門不用講 東門就是這個地方 他就是 往大草原走的嘛 就是大門的感覺 這個不用講 所以說我想要在南門這邊吧 就是第三個門 我們在這邊稍微開發一下好不好 把這邊就是 弄得比較空 然後就可以蓋我們的一些設施之類的 感覺不錯齁對不對 來 我們稍微砍一下這個東西 這些垃圾樹 在那邊擋我的視線 絕對是不容存在的東西啊 嗯嗯嗯哩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道路有沒有 稍微畫一下道路 拉過來這邊 大概就這樣子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呃周圍蓋我們的 設施有沒有 我感覺我們的花朵機可以蓋在這個小山丘上 讓它變成一個山丘花朵機 好的那上一集呢也很多觀眾推薦了我一些花朵機 自動花朵機的建築方法有沒有 不過大部分都是半自動的啦 或者是一些看起來就不像自動的東西 來那我們現在呢來教學第一種的花朵機喔 這個應該也不算機啦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 兩格高的花 比如說這個這個 這種叫做玉金香對不對 喔這是牡丹 這個是最簡單還是最方便的 就是插著有沒有 然後用骨粉撒它 它就會噴一堆那個這個出來 它撒矮的好像沒用 一定要撒這種高的 餵 是對對對 好拜拜 我一定要老實說 基本上你拿這個骨粉有沒有 撒這種東西 會超越大部分的花朵機 除非你的花朵機很大然後很多台 不然的話其實 你一個人撒骨粉其實是比較快的 而且也比較省材料 又省時間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開個輔助程式 然後呢321 嘿 謝謝各位觀眾 告訴我 這個我們不到一秒鐘 就點了這麼多東西 還需要蓋什麼花朵機嗎 不過這種方法還是有缺點的 就是 你必須要手動按 然後你人不在的話 就 就就沒辦法 而且呢 它只能夠固定造一種花出來 而且一定要兩格的 我超討厭兩格的花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種 像因素一樣小小的 那種 又可愛的花 所以說我今天想要蓋另一種的 就是 自動 純自動好不好 純自動 你只要記得去補股份的那種 花朵機喔 所以說我想了一個比較慢的 然後 呃 完全不用大腦 也可以造福各位觀眾們的花朵機 好不好 我其實不太喜歡蓋那種太複雜的東西 不是蓋不出來 就是 蓋出來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不知道要怎麼讓觀眾理解 你知道嗎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選擇 使用最簡單的方法 然後效率比較沒那麼高的 這個呢就是我的 生存指導好不好 來 那我們基本上現在就 開始吧 開始蓋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這邊 先往下挖一下 挖個5x5的空間 好不好 5x5 然後呢我們要在這邊做一個回圈喔 使用我們的紅石中繼器 在這邊 圍一圈啊 圍一圈 圍完一圈之後呢 我們那個 用紅石接起來 這個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把所有的岩石都給拉到最高 其實也不一定啦 就是 這個岩石呢決定了你 花朵機的生產速度 你可以調快一點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這樣子就夠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讓他 觸發一個回圈了好不好 這個這個打掉 來我們在這邊拉一個 紅石出來 然後呢 在這邊 翻一個紅石 讓他在這邊 繞圈圈 他就會不斷的不斷的繞 然後 會不會可以看到就是 還蠻慢的 這樣子跑一圈 我們就可以 呃 收穫一次的那個 花朵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把這邊蓋起來了 這邊基本上就 就不會用到好不好 不會用到 來我們蓋好這個回圈之後 現在我們要蓋的東西呢 就是 種花的地方喔 就是讓我們灑骨粉 然後可以讓 呃泥土產出花的一個小空間 那我們這個空間可能會需要 呃高位點喔 2格 3格 4 5 6 蓋在6格高好了 這樣子 然後呢 在上面這邊補出一個 水流的極限喔 就是8格 1 2 3 4 5 6 7 8 其實不用用到這麼大 可以小一點 只是我就懶得好不好 懶得蓋其他東西 所以說我們大一點沒關係 好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已經蓋出一個十字 然後每一邊都是8格好不好 就是水流的極限 接著呢我們就給他這樣子 接起來 全部 全部接起來 各位應該就看得懂我要蓋的東西吧 就是一個正方形的東西 只是這個正方形長得有點不太一樣而已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出一桶水來測試喔 我們把他倒在正中間 然後看他會不會流下去 欸剛好不會有沒有 他就是會 剛好跑到這種邊邊角角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他撈起來了 我們就是要在這邊放一個發射器 讓他倒水喔 來那我們就把發射器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下面全部填起來 裡面放一桶水 之後呢我們只要觸發一次開關 然後他的水就會散出來 幫助我們回收 我們就先先放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下來 有了水之後還不夠嘛 我們還需要幫他撒骨粉 所以說我們要在這邊 放在這一格 讓他往上 然後這裡面是要放骨粉的 把骨粉全部填滿 這樣我們基本上的 設施就準備就緒了 上面一個水下面一個骨粉 我們可以走遠一點看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一個漂亮的 小平台 不過呃我們現在要先做一件事情啊就是 呃因為種花朵需要有草地才可以 所以說我們要在這邊先接一個草地 先接一個草地啊 不然的話後面要長太久 先把這個換掉換成草 然後等他慢慢長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 蓋我們的這個設施了好不好 蓋好了這兩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呃做一個收納裝置 這個呢也很簡單就是 比如說我們這一塊地全部都填起來有沒有 然後我們會需要一個水流 就是因為他 呃 就是因為他的水會把所有的東西 衝到邊邊流下來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一個收納裝置 來把它集中到一個區域 那基本上這個用水就可以啦 這個我們不用用到太豪華的東西 用一般的水就可以了 打打 各位觀眾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流可以沖下來的地方 全部都被我們這個小土丘給包圍了在一起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出水桶 倒一桶水下去 看一下他會不會流到底 應該是會啦 我算得剛剛好 哎呀他流出來了 多堵一下多堵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把這邊 呃水全部給鋪滿就對了 讓他形成一個往下流的東西 好啦那我們現在收集裝置也有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可以在底部這邊 挖掉 然後放個那個 漏斗有沒有 漏斗 這個漏斗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 我們可以在這邊放一個箱子 然後全部揭露過來 OK完成 就是這樣子 他會流到這個地方 然後 船過來 太棒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最複雜的事情好不好 各位還記得我們下面有個 火 火 紅石裝置嗎 我們現在要把他那個線路給拉出來喔 所以說我們先從這邊挖進去 找一下我們的線到底在哪裡 喔找到了挖出來了 我們直接給他拉過來有沒有 拉過來 然後拉出這個邊界之後 我們就可以給他用紅石火把拉上去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 垂直向上 等一下等一下 在我們垂直向上之前我要先那個 點一下 讓他有一個訓號跑好不好 來有沒有 然後各位就可以看到他那個 紅石訓號他會閃一下 閃一下的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跟著這個火把一起閃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拉上來啊 拉上來 一閃一閃亮晶晶 我們這樣拉上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 拉一個東西過來 對著這個東西 等一下拉高一點 這樣子有沒有 對著他拉一條紅石線路過來 然後他就會一直撒古粉對不對 他只要沒閃一次他就會撒一次古粉 應該有吧 有掃一喔有掃一 我們上去看一下上面有沒有 種滿東西的 喔有有有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我們先打掉 不要讓他一直浪費古粉 他現在已經會種東西了對不對 對 代表說我們現在 只要再把上面這個地方 弄 弄了 接一個水 他就會流水了 那這個呢也更簡單了好不好 這樣子接過來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明明白白接過來 來 測試 倒水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吸收了 這邊怎麼會少一個洞 這邊先補起來 拆掉了 拆過頭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非常的棒 然後再把這邊接起來 他就會無限 這邊撒古粉 然後上面再 倒水了對不對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 中 中完之後馬上倒水 是不是 各位觀眾有看到嗎 他會先撒一下 然後才倒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不斷的 採收這個 花朵了對不對 真的非常不錯啊 各位觀眾 是不是 是不是 接著有沒有 就是我們 發揮我們的 建築功力的時候 把我們這個看起來 滿醜的機關 變得好看一點 好的 各位觀眾 我在這邊呢 又稍微花了一段 時間 把我們的花朵機 改造了一下喔 那我們 321 噔噔 這到底收到東西啊 我真的是 那種沒來有的有沒有 一股金就一直蓋 一直蓋 雖然說我用到的 箭材幾乎都是石頭啦 可是 我這樣子也是 蓋滿久的喔 然後呢 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們這樣子 花朵機也是 不斷的有那個 花朵再噴下來 有沒有有沒有 又噴下來了 真的是 太棒了 那我馬上 稍微帶各位看一下 這個花朵機的 內部喔 先從外觀看起來好了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蓋了一個 實質的 惡魔雕像 然後我後面還用了這種 呃 紅色的 紅石磚有沒有 來當它那種 類似翅膀的感覺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然後呢 這個箱子是用來放那個 骨粉的 各位可以看到它有肉朵 一路接到 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放骨粉的地方 來來這邊的話呢 就是它的上面喔 上面這邊大概長 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邊 挖進去看一下 挖進去 欸不要不要 不是這裡不是這裡 這裡才對 欸這樣子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 呃 我們的 花朵機的內部 基本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改變 而且呢 還蠻 欸我發現我 我兩邊蓋的不一樣 這邊忘了讀起來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邊就是 呃 有弄了一些 告示盤水流引導他們 這樣子可以讓我的那個 施工 比較好 比較好蓋啦 這樣看起來不錯吧 一個水流的 感覺 不過其實我蓋的 沒有很滿意耶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蓋的太單調吧 然後各位觀眾 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滿了 我蓋這個東西的時間 其實已經夠那個 我們的儲物箱塞滿了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放著好不好 放著給它留 好啦那我們已經收集到 這麼多的花朵了嘛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咧 繼續 別忘了好不好 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的 蜜蜂機啦 我們必須多繁殖一點蜜蜂好不好 讓我們的蜜蜂爆倉 我要讓它就是全部都塞滿 沒有蜜蜂可以休息 一隻接著一隻的工作 所以說我又要來繁殖了 你們這些蜜蜂 活得怎麼樣啊 欸欸欸幹什麼幹什麼 幹什麼 來來給你們繼續生寶寶啊 哇然後這些小蜜蜂好像都長大了耶 我一隻小蜜蜂都沒看到 各位觀眾有看到嗎 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天堂啊 看到一堆 一堆小蜜蜂跟著我跑 這麼可愛的東西 當然要多生幾隻啊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到這邊請到這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